我国史上最昂贵的高速公路 范婆罗州大道 沙拉越路段的工程 大约九成已经完工 至于沙巴则大约五成完工 首相南都斯里安华下午在 沙拉越美里出席活动时 直接点名称赞沙拉越总理 丹斯里阿邦佐哈里管理友方 他解释沙巴和沙拉越的 范婆大道几乎同时开工 可是在执行上 沙巴有整整四年在摇摇摆摆 反观沙拉越则是在 州政府的带领下顺利推进 对于半岛有国会议员质疑 为什么造价160亿的范婆大道 不用收过路费 半岛则收费站一关又一关 安华解释 这是因为沙巴和沙拉越 有不少的地方相当落后 所以应该要体恤民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